有没有想到今天受害者或家属的心情呢 那民进党永远是假自由为民 忽视品德教育的重要 忽视校园安全的关键 忽视刑法对于重刑犯的要求 才会伤害这么多无辜的生命学生 结果呢 范鱼呢 他发表了一个声明 他居然说朱立伦侯友宜阵营 都是在对他恶意指控 选择在孩子的悲剧上 做政治操作 意图赚取政治红利 令人不耻 洪廷今天大家要问的是 你到底做了多少 你做了些什么 你真的有努力吗 你为校园安全尽了什么呢 结果到如今 这样的悲剧一再的发生 发生了之后 结果不要说是回应的比较慢之外呢 甚至还说批评他的人 都是在政治操作 这样的说法合理吗 坦白讲我不是很想要花时间来讨论范云 因为一个做大学教授的 把自己当成一个打手 我都已经觉得莫名其妙 你看他之前的观点 他对女权 他对性贫 或之前发生很多性贫案件的时候 他的一些回应 然后跟他的这样所谓的双标 跟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基本上这个人讲话还有亏敌吗 这样才能连任不分屈恶 对啦 当然啦 所以表示他做事情是有他的目的的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就是反正就是做撤意 然后呢就是开始大家来聊很多这些部分 然后我来讲一些是是而非 让大家很爽的话 但是我回过头来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理性的去看一件事 我最常讲很多时候 民主是要跟民粹去做所谓的对抗 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民主的基石是法治 我们拿范云这件事情来讲就好了 就说范云你今天讲一件事情 就说学校凭什么收学生的书包 听起来很爽 很开心啊 听起来很棒 但是实务上在做执行的时候 你因为开放了这件事情 那你会破坏掉多少 执法者的在实务上 他能不能够做 所谓的这个搜查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我们最近这样在讲嘛 加州的47号法案 就是清罪偷窃 偷窃清罪化这件事情 我们讲零元购啊 对不对 就是变成零元购嘛 那你看当初这个47号法案 不是少数人过的 是公投通过的 是750万的加州民众 公投通过去 投的时候觉得很开心 因为本来觉得 好像窃盗本来就应该要清罪 但是他们还维持了一个什么 说持枪抢劫还是重罪 好 可是你法令站一改 警察怎么执法 警察怎么去分辨说 所谓的持枪抢劫跟偷窃 在实务上 当零元购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怎么去做一个判断 所以我还是在讲就是说 你所有的人权当初在想的时候 你可能想得很理想 但是现实对不起 现实你要回到一个原则 就是法律是民主的 最后的基石跟底线 所以包括所谓的 校园安全的部分 你当然讲说 为什么要收学生书包这些部分 可是你看今天事情就发生了 坦白讲如果你说 我们不要收学生书包 然后不要看学生有什么样的 不要有校规好了 我想请问一下我每年通过好几亿的预算 在帮小学去做所谓的电子围离 也就是说当外面有所谓的这种 人员翻墙有没有 校外人士翻墙 那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你自己内部的这些部分的检查 你都自己放弃了 那我们做这些外部的这些框架 然后其实电子围离确实 因为到最后很多猫啊狗啊跳过去 然后一起动有没有 那久而久之其实警察也觉得说 好像又是什么狼来了 那他就是要有一个基本的通报系统 所以我就讲说范云 你们要走这样的一个路线可以 你们要讨好大众可以 可是你可以告诉大家身为一个政治人物 你的概念跟你的理念到底是什么 你的理念到底是什么 而你要为这个社会做什么样的事 比如说你禁止学校收学生书包 原因是什么 不要跟我讲人权这两个字 不要无限上纲人权这件事情 你可以讲说他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 得到人家的允许或这些部分 这个process到底要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才能够做这个动作嘛 那这就跟我们讲说警察一样 如果你今天讲真的 如果学校怀疑学生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状况 不能收书包的话 那请问一下我们平常开车在路上的时候 警察为什么可以把你拦下来 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 你不能破坏法治的原则跟它的基石 所以我一直觉得一件事情就是 台湾社会真的要 真的要做一件事情叫追根救敌 因为回过台 这问题的癥结 对 因为回过台刚刚在讲IRG的时候 我心里就觉得说 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 所以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都在这里 然后我竟然没有名次 很难过 然后我很认真喔 我就开始查IRG 就知道吗 我查不到IRG是谁 有啦 查出来了 它里面的 它里面是没有揭露它的 它有揭露几个名字而已 都被我们找到 没有 我知道 但是它应该要揭露的啊 对不对 任何的媒体都应该揭露说 你的负责人是谁 董事长是谁 股东是谁 然后里面的这些人是谁 结果它只有它一个组织的名字而已 就感觉很神秘 所以做什么事情都要追根究底 就你看起来好像他在讲认知作战 但是你自我不揭露 你这才叫认知作战 你这才是诈骗集团吧 对不对 今天你自己什么都不讲 你今天如果大大方方的 把你自己的组成讲说 IORG就是台湾一群关心 这个资讯安全的教授 我们有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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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讲这样 那我佩服你 因为文哲自负嘛 结果你今天IORG就讲说 IORG是一群什么关心台湾民主 什么维护什么选举 和平这些东西 然后里面一个人民都没有讲 在你自己的介绍里面 你自己的网站介绍里面 一个人民都没有讲 那这样子的一个entity 这样子的一个主体 一个团体 它讲话有公信力吗 它有没有文哲自负这件事情 然后整个 然后我们整个社会 居然为了这件事情 我们开始在追这个 那路透也是一样 不具名的东西都可以变成讨论 这真的会让人家很难过 对啊 但是选举就是这样 对不对 亮哥 你不是说你知道了吗 我知道 有啊 我还记得 他们是 那个史达利亚太阳化那时候 从那个卧槽分出来的 卧槽 对不对 卧槽 是 那事实上都不是学 不是啦 大部分都不是学我们这种方面的啦 不是啦 比如说主持人是什么放班教育协会 那是国中小儿童的嘛 对啦 还有一大堆啦 反正知名度也不高 对啦 那重点是它是2020年蔡英文 能连任之后才成立的 对啊 那钱哪里来 对啊 那当然 因为赖清德特别喜欢这一块嘛 所以沈博洋也当了部分区第一名 对 这两个团体都是做类似的事 对 现在的孩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怎么会说 在犯下这么样的重大案件之后 还说反正我是未成年 法律会保护我 而且呢 是真的是不在乎吗 一定会叫全部认识的哥哥陪我出席 法院见 骂这么难听没想我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吗 总而言之呢 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饭后的态度呢 真的是让人看的是心惊胆战 因为亮哥 这个就是教育很明显是出了问题啊 结果我们的这个教育部长还在干嘛 说我们赶快会跨部会来专案会议 并且由他担任召集人 要跟各方好好的来检讨讨论这件事情 亮哥怎么看 因为我们的社会安全网是 卫福部主折啦 不是教育部啊 所以 教育部本来 这个问题就从来没有 没有认真处理过啊 比如说这群小朋友他是8加9的嘛 就8加9的帮派啦 那这个 他们本来就常混在一起啊 我还看到一些影片 比如说大家围着然后两个女生在那边打 对打这样 所以本来就是那种feel啦 所以你刚刚说看到一大堆留言无所谓 当然里面有法律的错误认知啊 因为我们的刑法规定是14到18岁得减轻其刑 并不是无罪啊 他搞错了 有少年感化 不是他搞错了 他这个是重罪 那少年感化那是轻罪啊 他这已经是重罪了 怎么会没事 可是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地方矫枉过正 刚刚我们那个大部分区伟大的连任立委范云啊 搞了那个书包进入学校 你要有什么家长会啦 什么学生会啦 要有两人在场才能够检查 那大家就干脆都不要检查了嘛 所以毒品啊 各种凶器都带进学校了嘛 事实上是这种矫枉过正 太多类似的东西了 我再举例啦 为什么这两个人不能公布照片 尤其是那个下手那位 我刚刚就在网路上有一个朋友传给我啊 说法国刚发生一个命案啊 两个凶手都各自10岁 法国媒体就直接公布两个人照片 我不知道台湾这是学到哪一国的伟大法律啊 我们有儿哨法 而且我们每次 你听到法国没有儿哨法吗 你怎么会把儿哨法也包括这个呢 就是他已经凶残到杀人了 然后不能公布他的照片 然后出来到时候还要蒙脸 然后那一天就有人在肉搜 然后开始公布他 然后我们法院还突出警告令 说你这样可能会违反儿哨法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 对法律认知的国家 但是我们以前你知道 就是在新闻处理上面 就是这样的呢一定都是什么 打马赛克处理让你无法辨识 而且甚至连这种就是年纪太小的 我知道了那我请问你嘛 都要轻轻待悟 你认为你的人权比法国高吗 为什么法国不这样处理 我们是不是也是学到日本 因为日本的新闻 你看到他们都是这样 嫌犯也都是用马赛克处理 让你无法辨识 那任何的讯息都不得泄露啊 是 好像在保护某个人一样啊 那死的人呢 是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 你一路民进党 我讲民进党啦 民进党都指一面倒向人权面嘛 那别人的安全呢 社会的秩序呢 那请问你有提出办法吗 比如说你让毒品嘛 让各种凶器都可以带进校园嘛 那其他小朋友的安全怎么办 因为民进党这是一路走下来去管理化 他对管理他不要嘛 因为一开始是为了反教官嘛 那后来就开始对学老师的体罚啦 等等开始抵制 抵制到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嘛 事实上一个教师如果碰到 我说那天没有教师在场 教师在场他能干嘛 他叫那个学生赞助 他最大的那个罚 处罚只能够做到罚站五分钟 那如果那个学生 罚站五分钟的过程中 继续用三字经骂那个老师 那个老师能干嘛 那个老师只能够 要求他继续再罚站五分钟 这是一个荒唐的管理体系嘛 你知道国三的学生可以长多高吗 他都比你还壮 他比你还壮 结果你手无寸铁 你还不能干嘛 然后你要求写那个留言簿 请家长处理 学生还可以投诉 说你霸凌他 然后有一些家长根本也不负责任 因为事实上我跟你讲 这个区本来就是比较弱 比较弱势的区 他有三分之一的家长是单亲 那可能那个单亲的家长也没有能力管理 他儿子就是那样 所以他到时候可能就跟那个师长留个言说 好啦你不用留这种言了啦 我也没有能力啦 一切都请学校处理啦 就家庭丢给学校处理嘛 那学校又不能把他赶出去 他可能所有的考试都不及格啊 你能赶他走吗 不行嘛 那等他减刑回来了 他还要去读书你怎么办 所以我想亮哥讲到的是很多这个校园实际面所面临到的问题 老师确实也说 现在很难为很难教也不敢管 管太多的话呢 要一方面的这个家长 这个很难缠 然后再来就是也很怕 就事情一闹大 一闹大呢 这个老师的责任就来了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不过说实在的啦 现在呢 越临到选举之前 既然都在倒数了 1月13号就要投票了 然后发生下这么大的事情 引起了很多选民们的情绪 那这个事情到底 对于这个选举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牵动到这个选情 那我们要来看的是说真的 因为在接下来1月3号之后 就不能够再公布民调了 所以接下来看到的都是一个一个 封关民调 今天我们要来看几个民意调查的结果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 当然还有TVBS的民调 以及ET Today的民调 那么我们先来看的是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呢 赖销配32.4% 侯康配28.2% 科盈配24.6% 但是有将近一成是还没有决定的 这个呢 是台湾民意基金会的一个民调 好不好 那再来TVBS的民调呢 我们看到侯康是33% 是历次调查的最高 但赖销呢 是37% 还是第一 那科武是22% 北北基支持侯康配是最多的 但是呢 这个赖销 他们在中间中立选民支持度有回升 有增加8个百分之 回升到了28% 好这个是TVBS的民调结果 至于ET Today 赖销36.6% 侯康33.8% 而科盈配22.2% 以顺序来看都一样 那么科盈配确实是在这个三组当中呢 的确是比较落后 差距是比较大 但是呢 赖销跟侯康 差距真的都是比较接近的 我先来请教一下宏庭好不好 宏庭你怎么来看这三份民调结果 以现在目前来讲 大家都说 因为T台是不是应该就是封关民调了 那我们不知道 因为从接下来1月2号 好就差不多了 所以现在这几个民调 尤其是T台的民调 可能是一个 大家会觉得最关键的一个 你怎么看 我觉得整体的看法还是仍然一致 就是说在这整个的概念上面 你可以看起来就是说 侯康跟所谓的这个赖销 他有一个非常接近的差距 但这个差距在任何过去的民调里面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其实是什么 他虽然差距很小 但看起来他有点远 他是一个很远的距离 也就看起来好像 侯康很难去补足这块差距的这个部分 因为这块差距不管发生任何的事件 都好像都是什么 都是赖销在跟柯营的这个民调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变动 就是说看起来差距不小 可是它就是一个稳定落后 对它是一个稳定落后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从我的角度上来看 我们过去包括我包括亮哥可能在这场搭 我们一直在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场选战 你蓝营最后剩下来足以翻盘的那个族群到底在哪里 操盘手到底认知那个地方在哪个地方 那整个你认知了你的TA之后 你才会做出你相对的选举行为 但目前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整体的选举行为仍然在以什么 仍然在以揭蔽 揭蔽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做 这不是错 但是它不能陷进去 比如说我举个正前的例子 当然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做什么事我们都要追根就地 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追 但是比如说你从竞选的角度上来看 你一直追进赖皮疗的这一个战场里面 坦白讲对整体的选战是不利的 因为对不起已经没肉了 打到没有肉了 或者说打出来的这些选票 他虽然对赖销失望 可是他有没有办法对所谓的侯康这边 再多一点点的信任 看起来相对上来讲 我觉得这一块是整个 竞选总部现在开始要更努力一点的地方 也就是说现在所差距的 这么微小的这样的一个差距 而你发现就是说 不管在民调上来讲 接近六成的人都希望政党轮替 可是在政党轮替的选择里面 它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分歧 而这个分歧在很多的民调里面看起来 不太有所谓到最后棄保的可能性 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选民怎么会在他的想法 跟他的做法里面出现分歧 那这就表示什么 这就表示说 在这个做法里面 有一方他可能还不足以获得什么 这一群民众的信任度 也就是说 就是可能就是有一成五的民众 他就是很相信只有柯文哲 他才要接受这样的政党轮替 甚至我都认为说一定要政党轮替的 但对不起我只要柯文哲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多花一点时间 琢磨在这个部分里面 不管是从共同的理念也好 团体的意向 就像我们刚才讲 不管是内阁制 联合政府这些方式 你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还是强调一点 也就是说其实过去的这些民调 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 蓝营过去20年在世代上面 没有做到的部分 现在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这场选战的决定性关键 那你要不要把它视为翻转的 关键的一群 如果是 那接下来所有的策略 你都要往这个部分的TA去打 那如果不是 那你当然你可以照你过去的 这样子的一个打法 但就我在看起来我认为 以目前的结构上来讲 选举的这样子的一个主轴 一定要去做相对应的调整 因为现在看起来 它的固化已成一个态势 它都在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落差里面 所以你的选拟策略一定要改变 就是目标到底在哪一个族群上面 你要重新思考清楚 现在不是顾基本盘的时候 应该要往中间跟年金靠拢 好 时间有限 我们来很快的请教这三位 先请蓝老师 结构很稳定 那目前赖金德李宪 然后这个侯友宜居第二 那这个柯文哲是当选的可能性 是已经看起来是不可能的 那中间选民也不再存在了 所以现在唯一剩下的可能性 就是民众党的支持者 如果认为大势已去 他要不要有一部分人 把他的票活化 做有价值的投票 那要投给谁 所以我倒觉得到最后的这半个月 这个半个月如果说侯友宜 他们能够成功的拥抱了柯文哲 我所谓的拥抱只是一种形象性的比喻 也就是他当选之后 民众党会有非常多的人 会进入内阁会进入政府的要部门 甚至监察院考试院司法院有很多的部门 都会大力的使用 我觉得如果有很多的这种讯息出来 而他们两位不其犹豫相互拥抱 什么话都不用说 那我觉得很多的讯息释放出来的时候 那如果能够有民众党的一部分的人 转移到国民党这边来投票 我觉得才有可能改变现状 不然的话票都已经很固定了 中间选民基本上都已经表态了 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是 怎么让民众党的这些人 转到国民党这边来 投给侯友宜 但是他整个党可以参政 好来 杨哥 就是侯友宜要自己讲 那建议他讲八个字 团结在野 共同改革 那政党轮替才有价值 这个时候 真的就是零零星星的 你说中间清廉 那个你难以预期 搞不好增加零点五 然后不足以当选 那只有这个问题 你一定要直接处理 就是团结在野 共同改革 你说讲八个字就会赢了 加上政党轮替 只有这个才有 因为他现在需要的票 可能要高达四到五个百分比 可是你说你要去中间 年轻那种票 你可能增加零点五 零点五 你还是不会赢啊 所以你最终还是要面对这个根本问题 就是蓝白和 可是你现在没有和嘛 那就只能够寄望 所有在野里面 你们认为可以共同改革 共同合作的那群人 你们要不要做一个策略性的转向 因为当然民众党的铁粉 他们不会走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可是侯友也没要那么多了 他要的大概就是五% 就是这样 就够了 对不对 但是关键这五%怎么拿得到 对对对对 对不对 来介大使 我觉得这个时候 这个我是搞外交的 外交是纯政治 政治工作很重要 现在就是说 应该还是要 国民党要主动联系 这个柯振颖还有郭先生 郭台铭 因为这个都是 好几个百分之点 这种差距 那这种外交 常常就是真正最后 会左右成败的那一些 关键少数 那这里面我觉得不管 大家要对外面怎么做 柯先生 郭先生的话 你就请他在重要场合 站台就好了嘛 对啊 出来嘛 那也不需要讲很多话 对不对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其实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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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你让入口欠在一起 哪里有空 在马尔益生菌 lu